大家好 做凉拌苦瓜的时候 我们很多朋友都喜欢直接放盐 难怪做出来的不好吃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凉拌苦瓜特别好吃的家常做法 比饭店的很好吃 先把苦瓜的瓜囊去掉 把里面刮干净 然后把苦瓜切一下放入盆中 接着往里面加入一勺白糖 用你的右手抓拌均匀 每天都在很用心的叫做菜 只想要一个小红心鼓励一下 感谢大家的支持 加入白糖可以增加苦瓜清甜的口感 同时减少苦瓜的苦味 拌拌均匀之后 把冰箱放苦瓜里冷藏10分钟 我老婆爱了想吃面条 今天就再给大家分享一个面条 非常简单又好吃的做法 面条煮熟之后 牢处放入碗中 好吃的关键是加入两勺上海葱油 就这么一拌 给它拌均匀之后 再撒上一点白芝麻和葱花 一碗香喷喷的葱油拌面就做好了 做法简单又非常的好吃 真的是太香了 好了 苦瓜已经腌好了 往里面加入适量的清水清洗一下 洗去多余的糖分 锅底水开之后加点食盐和食用油 把苦瓜放进去焯水之后捞出 然后再锅下凉白开 这样苦瓜吃起来口感会更清脆 下面来调一个非常重要的料汁 碗中放葱花 蒜末 干辣椒 白芝麻和辣椒面 浇上热油激发出香味 用筷子搅拌均匀 再加入食盐 生抽和香醋 搅拌均匀之后备用 苦瓜里放入煮熟的木耳 洋葱丝和油炸花生米 再放点香菜 倒入调好的料汁 用你的右手抓拌均匀之后 美味即成 用这个方法做的凉拌苦瓜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 开胃又下饭 做法也很简单 再搭配上一碗香喷喷的葱油拌面 真的是太好吃加铲了 好了 洗完就赶紧做给家人尝尝吧